消息來看到桃園有一個成姓男子 他先在觀音區偷了一輛這個小客車 之後他怕被查棄 又開到平鎮區偷了同行車的車牌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 在中立區逮到人了 沒想到這嫌犯他一度拒捕闖紅燈 還衝撞警車來聽稍早的訪問 雙方上演了警匪追逐戰 最後更開傷了舞陽高架 幸好最後警方順利逮捕人 圍捕的過程當中 沒有造成任何的傷亡 而警方調查原來這個誠信嫌犯 他因為春節期間沒有錢 又沒有代步工具 所以才會鎖定老車下手 最後也被依這個竊盜公共危險罪嫌 移送法辦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